今天下午同一师举行的郭洪志的加盟记者会 小小郭首度披上他的00号战袍跟球迷见面 而他跟同一师所签下的天价合约内容也将会揭晓 最新的情况我们要请记者高家普来告诉我们 好 直播五国前旅美佐同郭洪志真的回来了 今天下午同一师特别为他举行的加盟记者会 而在现场呢他直接穿上他的00号新战袍 象征他真的成为了像同一师队的一员 至于未来在球队上的定位如何呢 他说其实投打都OK我们来听一下稍早的访问 我个人没什么 其实我比较喜欢打击啦 可是当然这是题外话 我其实看球队的安排 然后就是刚好反正有一段时间我可以调整 所以看球队是希望我救援中继还是先发 如果有需要的话我就照这个方式去调整嘛 所以先发你也不排斥也可以调整到先发咯 讲是这样子讲的真的要去试了才知道 我们被听到郭洪志说呢 只要是球队的安排呢他都愿意配合 所以未来如果球迷看到他担任 那个DH紫禁打击呢也不用太意外 而在今天记者会上的球团也公布了他的合约内容 是一张三年的复述约 每一年都至少1100万 加上激励奖金200万 总额超过了4000万 也打破了终止的纪录 成为薪资一哥 而接下来呢他就会开始随队练习 希望能够顺利在冬季联盟出赛 调整好状况迎接明年的新球季 以上就是我们来现场所掌握到的最近消息 先把时间还给朋友们 好 这是我们看到郭洪志呢 重新踢上了00号的战袍 对于哥 对于哥